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在加拿大只有安省和魁北克省才有的装牛奶的壶之后 大家给我的很多留言和指教 感谢大家 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一聊加拿大的牛奶 加拿大的牛奶真的是非常的便宜 品质又很不错 首先两个重要的点 加拿大的牛奶是被认证不会含有一种叫做牛生长基础的东西 所以牛在生长的过程中是很自然健康的 那么牛奶自然就会更好一些 此外加拿大牛奶是不含抗生素的 简单来说就是当奶牛生病的时候 不会给它使用抗生素 而是使用一个保守的治疗方式 这个蓝色的标记 这个就是一个认证 看到它就说明是加拿大本地产的符合以上两个标准的健康的牛奶 加拿大牛奶除了标准的营养表以外 不管你是盒装还是带装都会在最醒目的地方印上这种百分比的数字 这些百分比主要代表的就是牛奶里所含的乳脂量 而不同的乳脂含量的牛奶也有它相对应的名称 比如说等于或大于3025%的牛奶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全脂牛奶 它是营养最丰富的 当然奶味也是最浓厚的 也就是说奶味更香更好喝 接下来就是2% 这个叫做减脂牛奶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家其实都是2% 因为我很喜欢喝2%的牛奶 因为它在降低了乳脂含量的同时呢 还保留了大部分的奶香味 既比较好喝又不会有过高的乳脂含量 所以这个我个人非常的推荐 接下来就是1% 这就已经属于低脂的牛奶 牛奶的口感几乎就大打折扣了 奶香味是非常非常清淡的 那它呢主要就是在于低脂 很适合有减肥需要的 或者高血脂的朋友去喝 再接下来就是0或者是0.1的牛奶 这个就是所谓的脱脂牛奶 几乎几乎就是没有五脂旁的含量了 然后牛奶的流动性更强 几乎不会挂杯了 简单来说就是跟水一样吧 牛奶味很淡 如果你有特别的需求 或者说你在做专业的运动或者健身 有一些特别需要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说到这 如果你看到是35%的话 那是什么呢 没错就是奶油了 这个我们家也有 买来做蛋糕用的奶油 此外呢 像类似的产品 比如说像酸奶 如果你在上面看到 百分比也是大概类似的一个概念 好了 我们今天一些关于加拿纳牛奶的小补迹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